结果ABCD就真的是ABCD 它里面跟刚刚那个结果不一样的地方是 刚刚按下来是丢一个公式 虽然你这边显示的是ABCD 可是实际上内部是把刚刚的公式丢过来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看到结果就是 不要是ABCD而是直接什么 直接是 最后的结果就是判断完之后丢ABCD 这要怎么做 OK 那接下来的话一样 一切到V就BASIC 所以这两段我先把这两段删掉 结果这两段就刚刚云端上有的 如果你们打字比较慢的同学 或许你可以直接拿来参考 那接下来的话怎么变出来 其实逻辑差不多以后的话你不用10倍 因为其实该有的在我们的 这个上面都有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 那就拿这个来改算 也许直接拿清除 然后有时候其实清除的架构都有了 所以直接拿这边复制贴上 那复制贴上我习惯拖拉加一个Ctrl键 那把它改成乘7好了 OK 所以我们分两个 一个是合格不合格 一个是ABCD 我们像这样 如果丢这个合格不合格 跟ABC我们把它拆开 那合格不合格的话怎么丢 首先的话当然 如果我今天forI等于2到7就是第2到7列 那里面丢什么丢合格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我如果只有一个格子 那我要丢两个 一个是合格 一个可能是合格 一个可能是不合格 我不可能说我只丢合格吧 如果像这样啊 这样丢的话执行 它变成全部都合格 那不对了 所以我要有一个条件 当什么条件呢 如果当那个条件什么 当这个依然里面的这个条件 它如果是大于等于60 那就是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也就是它的条件是来自于另外一栏 这个其实工作上还蛮多嘛 我判断的依据是从这边而来的 那我该怎么撰写这个程式 特别注意哦 OK应该可以理解吧 因为我尽量让各位 所以比较不用特别去背它 其实就是直接丢嘛 OK 那可是如果我要区隔的话 特别注意啊 你就必须在哪里呢 在4回圈里面 再做一个逻辑判 逻辑判上习惯上 一定enter之后 按一个tip 下一阶 为什么要下一阶 因为如果你把它同样在同一阶的话 看起来很不容易阅读 程式没有一阶层的话 其实不知道哪个是里面 哪个是外面 所以我们如果有个阶层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for 这个sub一层 for一层 然后if又一层 里面要做什么又一层 这样阅读起来是真的是比较容易看得懂 另外的话也比较不容易写错 因为该有都写 那接下来的话我要写逻辑 习惯上在这边换一行 那他逻辑一定是if 所以你可以要if开头 空一格后面就逻辑 什么逻辑呢 我就把这一个储存格里面资料 带到这边判断 那这一个储存格呢 就是sales 储存格 sales 刮壶 哪一列呢 因为他这边有i 跟i的值一样 2到7嘛 所以先抓2 所以我直接放个i就可以了 到底哪一栏 第一栏 如果呢 意思是说我把这个储存格里面值 带到这边来 判断一下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OK 逻辑写在这边 空一格之后的话 then 然后OK 然后一般习惯是enter两下 再打一个l 再enter两下 打一个andif and 然后空一格 f 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if的结构 他一定是长这样子 if 什么条件 然后 然后做什么 在这边 反思做什么 写在这边 所以呢 如果我一处就把这一行 先搬到这边来 如果他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合格 那我按一个tape键 下一阶 这样比较清楚 不然你同一阶 如果你不同 就是你把它不同切的话 if else andif 这样比较看得清楚 比较不会少打 因为常常的同学 露打andif 或露打什么nest等等 然后这边可以把它delete掉 空 好 那反思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一行 复制到下面来 ctrl 键按住拖拉 然后按一个tape 这边打一个什么 不就可以了 OK 不合格 OK 这样看得懂吧 所以其实并不复杂 只是说你熟练他就OK了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把它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合格不合格 刚刚全部都合格 现在的话呢 就会有区隔了 然后有没有 他看一下 如果这边大于等于6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有没有 他会自动帮你判断 那以后的话 当然你的 你的资料越多 反正就让他跑就对了 反正把他几万笔 几百万笔都一样 然后把他一下就全部OK了 好 接下来的话 当然 哎 可是我不是要合格不合格 我要ABCD的话 怎么办 哎 一样吗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好 啊怎么改 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两重逻辑哦 两重逻辑是这样写哦 哦 请各位要熟悉 再来的话呢 另外还有蛮常见 就是他不止两个逻辑 他还有多个逻辑 哎 多个逻辑怎么做哦 其实也可以从这边衍生出来的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一一一样把这一个 因为大部分都一样 小部分不一样 我拿他改好了 复制过来 把它们改成什么 成绩多重算 这样会比较容易区隔 SUB的名称不能一样 成绩多重 OK 成绩多重 好 第一步吧 应该没问题了 第二步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要改 改哪个地方了 接下来 哎 哎 我要大于等于六十的话 不对 然后应该八十 所以这边把它改一下 改成八十 那当然我要输出什么 哎 如果他是八十的话 我就输出A 对哦 哎 A有了 可是不合格 其实直接改成D啦 所以其实缺的话 就是缺那个B跟C 那怎么改 特别是关键来咯 如果你要产生B 非常简单 你只要会复制贴上就好 好复制贴 怎么复制 一 请你把A的这两行 复制一下 二的话呢 请你在A的下方按Enter 把它倒车到最前面去 贴上 嗯 你会发现哦 他有一模一样 一幅 两个哦 不过这边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70 这边把它改成B 但是 请注意 一幅值能有一个 如果你是第二个一幅的话 请你要加 一个叙述 就是请你把L值再放在一幅前面 这个就是L一幅啦 所以这个有点像首先嘛 这个是其次 那如果再其次怎么办呢 一样 就是再把这个B复制一下 在这边Enter一下 然后把它倒车到前面去 再贴 不然的话它会跑太右边哦 贴上 哎 那请你怎么把这边改成什么 60 这边改成C 这样子大功告成 那未来呢 你想说老师那我不止四个逻辑啊 我有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四个可不可以 可以一样 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一直改 就可以了 有点像 帮你做筛选 这边跑这边 这边跑这边 你要哪一边做什么 通通可以把逻辑写出来 他就会自动按照你要的逻辑 去把资料 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或者是说 去做格式化也可以 逻辑不只是输出哦 你可以是格式 比如说你换颜色都没够 后面我会教各位 怎么样把它换颜色 比如ABCD 因为你这样看 黑白不好看 一般我们习惯就变质的颜色 变底色 或者变一个框线 变粗底等等 那要怎么做 不一样的资料 可以给不同的输出结果 或者是说 可以给不同的格式哦 怎么做待会要讲 最后呢 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 所以一 把这个成绩复制过来 改个多重 二的话呢 就是 再把这一个地方 有没有 把它改80 就是A 然后 这个其实跟上面 差别就是多一个L 再下面这个就是直接拿上面来改 这个就是低的 好 那做完之后我们来输出看看 如果应该没错的话 资金 就OK了 然后再来剩下就是把这两个做按钮 做按钮很简单 我刚刚不是讲 你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个再贴嘛 那我希望就贴 贴两个 然后重新再指定它 这个叫成绩 它其实是这个 干脆把这个拿掉 这个叫成绩多重 所以按右键重新指定就好 成绩多重 那把它名称 先指定之后 再把它的名字复制 贴到这边来 这样看一下 清除掉 这个是丢公式 这一个是丢合格不合格 那 这一个的话呢 就是丢结果 你会发现里面只会有AC 有没有 就不会有像 那个公式里面一串东西 那你说哪一个效率好呢 执行效率好 一定是这个比较好 而且它里面放的资料也比较少 有没有 才放个A嘛 如果你放这个 它里面就放一堆东西 所以这个方法 是比较简便 可是它有个缺点 就如果你丢很多东西 它变成说里面会放很多公式 那你存档的时候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档案比较小 你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话 档案会比较大 不过其实如果你不是很庞大 我觉得反正你先做出来 为原则的话 第一种方法应该是比较简便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成绩跟成绩多重 那这两段sub在云端上也有 可以参考 尽量如果可以 这些因为前面我们也都有做过练习 尽量还是要把它熟悉 因为 这些东西如果熟的话 那不外乎就是写来写去 就大概这样而已 那不会有更多的 这些东西也足够你工作上的应用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